哈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楊 我們現在打一下7月的LV9 那這邊的話呢 帶大家用全神劍合作配置的大獎飛春劍星來做一個通關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開個小薰 迷焰 然後我們開斬爪 然後我們記得去符合紅綠燈 然後轉完的時候草席也記得直切 來這邊草席直切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的話呢我們就開迷焰 然後我們開小薰 好然後我們開副隊的劍心選擇龍草閃 龍草閃是左邊這一個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要疊火珠去轉到五屬喔 水火木光暗一定都有 但是火珠我們就是要用疊的這樣子 好那這邊就去把他疊到位 好那轉完一樣直切 好這邊帶走喔沒問題 好接著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我們開迷焰 然後我們開栽藤 好然後這邊我們去把板面切成10C齁 好然後也可以轉成直的稍微吃個昇華 OK 好那轉完草席一樣要記得直切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二回呢 第二回這邊的話我們先開自己的劍心 然後我們選擇龍药閃 龍药閃是下面這個 好來接著我們開小薰 好那這邊先一回合送他喔 轉完我們去做直切 好那第二回我們就開迷焰 小薰 好然後我們開副隊的劍心 再選一次龍药閃 好然後這邊我們補一個斬佐喔 好那轉完的時候就可以直切了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我們開小薰 好然後我們開迷焰控制版面齁 所謂的控制版面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對面的話要手消全光 然後又要轉到無阻屬性齁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用迷焰稍微去思考一下要怎麼點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這邊就是轉一組 十字然後無阻屬性 然後還要手消到全部的光珠齁 好那就看好再轉囉 好應該是這樣子沒有問題齁 好 好那轉完一樣去直切 OK 好接著第五這邊我們先拖一回合 然後拖的這一回合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這是為了做一個-CD用 那草襲當然也要記得直切齁 好 好那接著第二回的話呢我們就開迷焰 然後我們開齋藤 好然後我們就抓齋藤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放到格子裡面去齁 那這邊注意齁如果格子隔很遠的話 要記得轉無阻不同齁 好那轉完的時候一樣直切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第一回我們先開龍咬閃 來做一個擋死的作用齁 好然後這邊我們開迷焰去把水珠稍微濾出來齁至少十顆這樣子 因為兩珠水十字要的就是十顆水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水珠放在邊邊角角先把它扣留下來 好那這邊先EC送給他 然後等一下轉完做一個直切 好那第二回的話呢我們就一樣開迷焰 然後去把水珠控出來 好然後我們開劍先選個龍錘閃 龍錘閃是上面這個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兩珠水十字轉到 然後轉完的時候草襲也去做一個直切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這樣OK 好草襲要記得直切齁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二條血我們就開劍心 然後我們選擇龍草閃 龍草閃是左邊這個 好來接著我們開小薰 好然後這邊一樣要開迷焰去控制版面 然後這一次要控出十顆火出來齁 就是不要去吃到這個灼熱地這樣子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火放到左右 然後等一下中間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OK 好那轉完一樣直切 好啦那以上這邊是全神劍合作配置的飛春劍星過這個月LV9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普